如果你是不记得阮智明之前搞过什么的话 我应该有些影片跟阮智明有关 首先有这条影片叫阮智明愿意默默承受不实的指控 也有柴灵队阮智明牧师 这几条影片跟阮智明之前有关 之前柴灵指控阮智明牧师很久之前对他做过不规矩的事情 然后阮智明说他那时候还没信耶稣 第二,柴灵说得不对 柴灵诱惑他,穿上睡衣 不知道是类屎群还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分外情的问题 不是性侵案的性质 他就有回应 但是复杂的情况就是当这件事爆了出来的时候 有其他自称是受害人的女孩 就说阮智明过去曾经对他做过什么 自从这件事爆了出来说有其他受害人之后 那一个阮智明在Facebook上登了一篇文章 他就说自己在罪人里是罪魁 但是说到最后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性侵的事情 他说自己在罪人的意思是对自己的女朋友或妻子不忠 他在他信主之前就做了一些错事 就是跟柴灵那些 他就承认那部分 对爱情不忠 就是婚前性行为 就是婚外性行为 那些事情 所以他就决定休息一会 但是我听说近期他也是低调复出 所以有所动作 但是最近在生命网上登了一个报告 突然间生命贵刊 因为之前也是生命贵刊 他就发表了18位华人教会牧者联署发布 就是有关柴灵院致命事件的调查报告 也是这个贵刊登的 自从上次之后 就有些人不信 所以这个生命贵刊 他就找了另外一个第三者的机构 就是GRACE 这个GRACE 就是叫做 Borderly Response to Abuse in the Christian Environment 就是一个美国的机构 就是这个GRACE 就是一个宝贵 一遍 这就我可能在之前一些节目 还是网站 就是那些翻译报导 其实我也是有 这个团体我也是有印象的 因为曾经 有一件事搞到很大的 有一个叫做Bob Jones University 就邀请这个机构 这个机构就是专门调查那些性侵 性欲、戀童、教内性侵问题 这个Bob Jones University他几年之前不知为何就屁股 因为我不可以评击他 初初他这样做是对的 他邀请了这个团体调查他自己 调查他自己有没有好好处理发生在学生身上的性侵问题 谁知道Bob Jones University在调查中发觉 调查得很认真 所以就炒了他 他就炒了这个Grace 然后见报 因为你调查一下你突然炒人是事不尋常的 你不是身有屎你怎么炒人 所以他反而是炒人这件事令到这件事 见报 搞大了一件事 所以就过了几个月之后 一年之后 他又重新又再聘请 这个Grace 这个团体 就是完成了报告 即使他的报告是完成了 并且在里面就是严厉谴责 这个Bob Jones University 就是说他 他经常对那些性侵受害人 就是二次伤害 那些明明是受害人 但就说到他们是罪人一样 就是说到他们自己拿来 又说到如果他们将这件事说出来 就是一个不爱主 不爱基督身体的行为 败坏了主耶稣基督的性命 令到教会失见证等等 所以我对这个团体 一早就已经有基本的认识了 这个生命贵刊就是找Grace 独立调查 现在Grace 在6月22日 就是早一个月 就是提交了那个调查 但是他不是调查柴灵院志明 他就是调查 柴灵院志明之后 不是有几个女孩 又报告了 因为我也不记得是三四个 其中一个就是在巴黎那里发生的 如果你想听回 就是这条片 为什么我没有一个 是否被人教 他在这一条 他在这一条 他只是调查这件事 因为他里面 牵涉的人 还在那里 可能有更多调查资料 他现在就出了个报告 他那个报告 你现在可以上网看 当然跟其他情况下 我也鼓励大家 以英文作准 因为Grace 原文报告是英文 我就鼓励大家看 如果大家不太记得这件事 我就 可以说两句 基本上有个女孩 就是说想找远志明 就是去做一些 就是联络 大家联络上 当时 这个远志明 根据那个女孩说 他在法国巴黎 所以这个女孩去了法国巴黎 找他 因为远志明 他不是在法国巴黎住的 他住酒店 所以就约了这个女孩 去酒店见面 单独 这个女孩不如有宅 上去见他 然后远志明 邀約他 聊了几句之后 邀約他坐在床 那里 就是用电脑 去看下来的电影 哈哈哈哈 他看那部电影 就叫做 吐痴 韩国片 我刚才搜寻过 有些人评论 这部电影 藏气颇多 几乎可以说是人人有份 爸爸和妈妈 爸爸和研究生 妈妈和摄影师 姐姐和DJ 弟弟和女友 等等 Youtube 有个 裸露镜头可以看 我们是作为一个研究 作为一个研究去看这些东西 没错 因为里面有很多藏气 所以他觉得不太舒服 后来第二天又再约出来 他又带了朋友 但后来 最终洗走了朋友 然后 又再回去酒店 两个人 又抱着 又要求他留下 过夜 那些要求 令到那个女孩很不舒服 他就觉得这些 就是性骚扰的行为 然后 这个机构Grace 就是就着这些公辞 去做一些调查 去访问 他里面 就是访问了那个 受害人 就是当时有份 见证这件事的人 我也不详细说他里面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他的结论 总结分析 他就说 阮木斯和那个 所谓的 暴清的 受害人 在巴黎那里有遇见 在那里的一间 宾馆见面 就着这一点 他说 是无可辨驳 的确是有发生的 另外 阮木斯令人不安的行为 他在这件事里面 有很多令人不安的行为 我想 他们两个人之间 在宾馆里面 发生的 令人不安的行为 那些就难以证实一些 但是在宾馆 有其他人作证的 令人不安的行为 就是 这个调查报告 觉得他真的有做过 另外那件事又很快被暴露出来 这个报告也不认为 有人想主死 这个阮致明牧师 但是 其实就是 跟很多人 见证人 认识受害人的人 见过面之后 普遍来说 都是觉得 那个受害人 是可以信任 整体来说 这个报告 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 加重了之前的 已经有指控的可信性 他这个调查报告 基本上那些论调 和之前 18个 13个教目的调查报告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差不多 他们的结论 基本上是觉得 受害人的指控 相当可信 他是呼吾 那个 软致明牧师 和神州机构 就是合作 因为他们 纯粹就是不回应 不回应 就是透过律师说 就是说 我们没有东西说 那些 他就呼吁 他觉得 他最后那句 我们可以读一下 他说 现在软牧师和神州 站在一个新的门栏 不可以说门栏 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就是分叉路 他们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可以作出榜样 向华人社区内外 展示出 符合基督信仰的真正悔改 喂 即是你是呼吁人家悔改 即是你觉得 阮牧师和神州犯了罪 呼吁他们公开透明地 说明真相 即是他们之前隐瞒了真相 所以这个报告 就是 之前那些报告 就是来自一些 华人的教目 可能有些人又说 你眼红 那个阮牧师的时光 即是寄于别人的 事奉成果 不抵得别人 想抢羊仔 抢资源 所以你就这么说 但是Grace 你不能这么说 别人都不是华人圈子 这是一个第三者 第三方的 一个调查团体 难道是你煮死你 是吧 但是 当然 这是不能构成 一个 就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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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